奇了怪 我的天啊 會不會被人偷走了 什麼 偷 那反正我們這兒有監控 調監控啊 對 有監控 對 那這樣 我去給左凱依的人打電話 讓他們趕緊再送一條過來 你先換衣服 換衣服 好 看監控 快快快 怎麼是你啊 葉主播 我是來跟你道歉的 道歉 上次 上次我在你面前失禮了 我這次是來跟你說照片的事情 我手機的照片被別人偷了 跟你造成了不好的影響 對不起 我 可是我已經幫你出氣了 我看你也很忙 那我先走了 把項鍊摘下來 我的 對 為什麼 節目馬上就要開始了 我沒有時間跟你解釋為什麼 但是我奉勸你 趕緊把項鍊摘下來 不然這個事情會鬧很大 你是誤會我了 這項鍊是高仿的 才花兩百塊錢 如果我真的偷了你的東西 我 我能這麼正大光明帶在身上嗎 我肯定藏起來啊 你剛才不就藏起來了嗎 那是因為我想跟你解釋一下上次照片的事情 我怕被人發現趕出去我才藏起來的 還是不肯承認是吧 那你就不要怪我叫人了 我告訴你 如果讓全公司上上下下全部都知道 你一個小姑娘臉面要擺在哪兒 你自己想清楚 不是 真的不是我 我是你的死裝粉 我怎麼可能幹這樣的事啊 上次你就說是我粉絲 結果 把我的照片拍了去賣給八卦周刊 現在又說是我粉絲 脖子上戴著我的項鍊 你到底要假裝我的粉絲到什麼時候 你無非就是想要偷東西偷拍 你下次還要偷什麼 反正 我知道我的解釋你也沒聽進去 反正我不是小偷 你再好好找找吧 我走了 站住 年紀輕輕不學好 我上次鼓勵過你 不要輕易放棄自己的人生 不是叫你看到別人的好東西 可以隨便去偷 項鍊你不願意還 就當我送你了 反正你占過的我也不想占 但是我奉勸你一句 希望你以後好好做人 好自為之 你這樣算什麼 你有錢漂亮 就可以這樣受別人嗎 明星都是這樣 沒想到你也這樣 我再也不會喜歡你了 你自己好好拿去看看 那是不是你的項鍊 怎麼可以把主持人的臉搞成這樣 你怎麼上鏡啊 真是倒楣 等我抓住他 看我怎麼收拾他 好了啊 不管怎麼樣也不能影響節目啊 盡量用右臉錄吧 左凱依的項鍊找到了 原來助理破了咖啡在上面 拿去清洗了 這條是我們的啊 那這 冤了好人了 所以 報應啊